大家好,出街的一天是1月26日 星期二出回中美真霸了 就是因為星期六和日 就會有一個俄羅斯那裏 會有些示威 衝突 這是香港01的報道 所以我們會有些示威 有一個俄羅斯美女在搞示威 這樣 就知道很多城市有事了 好像大約有100個城市有事 拜登一上台 三天 真是厲害 就立刻在俄羅斯搞事 不過呢 我稍後要詳細說 我怎麼看整件事 可能說說一些歷史 OK 我們先說正經事先 邀請大家訂閱何志剛 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 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希望你看一看 你的訂閱和鈴鐺是否在 也請你一天過來看看 我有沒有影片 OK 論軍事呢 我會遲一點出 本來逢星期二出 中美爭霸 因為 論軍事也是最後一集 我會告訴你 因為我想Mailger要休息一下 補充一下 做了第十三集 要出街 再出最後一集 OK 我們說正經事 OK 當然 俄羅斯這邊 出現一個大規模的 暴亂 或者大規模的 示威 因為 納瓦爾尼 納瓦爾尼這傢伙 納瓦爾尼這傢伙 但是 去年年中 在西伯利亞 打算去莫斯科的時候 還是聖比達島 總之說被落藥 但是 這個被落藥的問題 其實在俄羅斯發生了兩次 第一次 好像是2018年左右 在英國 就有一些 前俄羅斯特工 有兩父女 又被落毒 但是又毒不死 我想 以KGB出身的普京 要殺人 很少殺不死 為什麼俄羅斯特工 會殺不死人 這麼奇怪 是不是 如果你說黑暗的話 我就知道希拉里 他在2016年的選舉 有一些關於他的醜聞出來的時候 有一連串的人 就無故死亡 不知道為什麼死亡 那個力量大到 就是警察 有理沒有理 就說他自殺 特朗普有個支持者 看了佩洛西的電腦 被人轟了八槍 然後警察就說他自殺 很多這些 不知道怎麼自殺 為什麼 希拉里 佩洛西 他們有事的時候 那些證人 就全部都是自殺 又會死到的 為什麼 納瓦爾尼 是死不去 如果被人落毒 這些就 很神秘了 看不明白的了 就是我直接說 我認為就是 苦肉界 拿來玩 普京呢 也很有耐性的 就是 沒有 弄死他 由得他說 要保外奏醫 讓他去德國保外奏醫 接著呢 拜登上台之前呢 就 他說1月17日 就要回到德國 回到俄羅斯了 俄羅斯當局呢 在他回來之前就說 因為 他的保釋條款呢 就過了期的 就是說呢 他保釋之前就說 喂 就可能保釋到去年 2020年12月 你2020年12月之前 沒有回來俄羅斯 那你就是違反了保釋條款 那你回來就要依法被拘捕 OK 就是這樣了 你可以不回來 你可以在德國長住 你回來就會被拘捕 我覺得呢 俄羅斯呢 當局呢 對納瓦爾尼呢 做法呢 十分之功勁的 你就是說 你羅冠聰 你在英國可以不回來 你在許智峰可以不回來 你回來就被捕的了 接著呢 他回到來真的被捕之後呢 開始這些社交回體呢 就封起雲湧了 那些Facebook啊 Twitter那些 俄羅斯只是封了Telegram而已 Facebook啊Twitter都沒有封到 接著呢 就一次過呢 就引了很多人出來搞事 那當然啦 我們都可以 剛才都給你看過零一些相片啦 百幾個城市啦 接著呢 當然啦 西方媒體就說 哎呀 莫斯科有過百萬人的示威 等於香港就說有二百萬人的示威 是不是啊 又是社交媒體 鋪合一些 第五中隊 接著就搞顏色革命啦 一模一樣 普京 警告完你 你都回來 接著依法拉 拉完 接著有人爆出來示威 那普京讓你去 撲出來示威 零下四五十度你喜歡玩 讓你玩 是不是啊 現在呢 看來呢 我覺得呢 現在呢 我覺得就有一些 引蛇速動 就是我自己這樣看啦 就是我自己 收到的資料就是 因為呢 香港01也好 又或者有些地方說 納瓦爾尼呢 被捕之前呢 散播一些謠言 他說 事次呢 納瓦爾尼呢 發佈了普京觀點 長約兩小時指 普京呢 在黑海 耗費十億美元 興建了豪華住宅 面積達七十多平方公里 納瓦爾尼 納瓦爾尼形容 世上最昂貴的觀點 新的凡爾太公 或者新的東公 東公就是 以前呢 沙俄帝王的一個觀點 他這樣說完呢 Youtube呢 五日點擊有八千萬 那就是那些鬼佬不斷撥這套片 是不是 接著大些人就說了 喂 德國之星呢 隨後訪問一名俄羅斯民間組織的負責人 其稱2011年陳進入黑海工地 當時呢 被俄羅斯聯邦保護局的人員驅趕 因此相信那不是私人建築 喏 無論什麼都好 納瓦爾尼呢 肯定就會被人告 這個造謠 善惑 我覺得普京一次過要來坐學金 而且呢 一次過呢 亦都會將呢 大部分那些啊 在俄羅斯境內浮底的 沉底的人呢 全部都建立了 我覺得呢 俄羅斯應該做得準一點 看看他會不會下降 譬如說他有 呃 除了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之外呢 就在 在這個海參威啦 在這個聖彼不得堡啦 或者有一個城市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就有三個領事館 看看俄羅斯會不會 逐個逐個全部都關掉 關掉這些美國領事館 不讓你搞 關掉你Facebook Twitter 事實不同 是不是 你的社交媒體 連特朗普都封殺了 是不是 你專門搞顏色革命 在美國境內 你就搞了一些 Badline Matter 黑命貴 對 又或者現在最近都聽了 喂 那些 Facebook啊 Twitter啊 會將呢 那些特朗普支持者 的對話紀錄呢 直接就交給FBI了 這樣 很明顯呢 這些 美國的社交媒體呢 看看俄羅斯會不會借勢呢 一次過動 大家會問 喂 為什麼 拜登一上台 就立刻組織這些顏色革命 搞俄羅斯呢 這樣 那個淵源就很深了 就說一點點 這些歷史 就說2016年 希拉里呢 他呢 就有很多醜聞 就是有幾條視頻 有一條視頻呢 他就對著一些 高盛的投資銀行呢 他就說呢 要 要 任由經濟崩潰 任由窮人呢 就死 最緊要大家賺到錢 類似說這些 又說呢 要和服務高盛 這樣 那麼 希拉里呢 那麼多這些視頻 或者說他不見了 什麼 電郵門 即是不見了幾萬個email 就懷疑呢 就是希拉里怎麼組織呢 伊斯蘭國的醜聞 各樣東西 接著呢 希拉里當然了 特朗普罵他 是康莊的女人 但是他這些 維基解密的資料 就爆到希拉里 很嚴重的 那麼 懷疑維基解密 就純是放了 你也知道阿桑奇 現在在英國還是困住 對不對 那麼 OK 那就應該估計 可能一些資料 可能來自於 俄羅斯的黑客 和特務人員 所以拜登一上台呢 就要報復 因為呢 希拉里沒有了四年 被特朗普做這四年呢 其實就搞到 其實很多大貓傻 或者民主黨呢 就全身都不舒服 那麼 跟著他們 當然反擊就猛 特朗普呢 就通俄啦 對不對 那麼跟著呢 現在呢 剛剛一上台呢 拜登立刻報復 但是看來呢 今次就花了很多錢 搞到很嚴重也好 看來就好像被普京 引蛇速頓 就拘捕了那些人 納馬爾尼呢 可能蹲幾十年 如果你說 你說整個什麼東西 普京官殿這樣去做 就是你現在就是做謠 是不是 告你半國家 煽惑叛亂 是不是 有很長時間 就是呢 我覺得呢 未來呢 一段時間 拜登呢 搞的對象呢 可能是搞少一些台灣 因為搞台灣呢 美國身體真的不好 如果你搞台灣呢 大陸打了去呢 就 就 的確呢 就真的少了一隻牌來玩 而且呢 會骨牌效應 沒有了台灣呢 等於呢 就是日本南韓呢 甚至都開始呢 全面地不敢再親你美國 因為真正控制大陸的 是大陸 不是你美國 美國現在身體不好呢 撩台灣呢 就輸的 反過來 你說經濟制裁大陸呢 我覺得呢 有人就說 為什麼不去經濟制裁大陸 就是 如果你說 大陸現在打台灣 美國經濟制裁 那麼大陸什麼受不起 我就不覺得受不起 不過大陸不打台灣呢 我覺得呢 就是說 你美國現在五六七雙 可以說 我以前有一節呢 政治揭露 中美珍白說過了 就說 Tesla呢 是 在中國開廠的時候 現在越做越好 成為世界首富 Tesla 就是馬斯克 讓大陸越來越不依賴石油 如果大陸越來越不依賴石油的話 大陸的結果就是 大陸慢慢去俄羅斯運燃煤炭 或者北韓運燃煤 然後跟你澳洲吵架都可以買煤炭 那我不需要入石油 我不需要入石油 我不需要入石油 我就可以不用美金 是不是 和俄羅斯說話 和俄羅斯做生意更加可以明明 不用美金 是不是 每年二千億美金 大陸呢 就看著那個勢的了 我現在不打台灣 我拖幾年的話 我慢慢越來越多電動車 那就是我越來越不需要美金 你美金還不死嗎 我現在動你呢 你美國呢 就沒廢到 身體沒到最差 我不如讓你美國身體差一點才來搞你 明白嗎 我想大陸的思維就是這樣 所以就現在不打 你拜登其實裡面的經濟實在太難 太亂 但是如果你拖到2024了 都搞不定經濟到 共和黨那邊上 可能是特朗普 因為最近說彈劾他 不知道會彈劾成不成功 真的很難說 我覺得就應該不成功 2024年 你說 共和黨重新拿回政權 到時候 考慮打台灣不就更好 但是這四年呢 這個 Tesla做電動車 每年不止50萬 到2024可能每年幾百萬架 大陸就開始更換了 那些車 不要用你那麼多石油 靠太陽能 電 太陽能 跟著那些水力發電 風能 慢慢我不用你石油就可以不用你美金 對 美元危機 未來這幾年隨時會爆 這個就很明顯了 如果是這樣看的 大陸看著來吃 對 我是美國 你現在就是五六七箱 我撩你台灣 撩了 哎 那 沒有牌子 死得快點 可能這幾年 搞得好的 這幾年後才算 但是呢 在拜登的角度來說 不搞大陸而已 不搞台灣而已 但一定要搞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呢 即是說他們 美國 現在就用北約控制歐洲 他一定要撩慶了俄羅斯 俄羅斯成為歐洲的威脅 美國才方便再繼續控制歐洲 明白嗎 事實上呢 美國跟中國 傳統來說 地緣的矛盾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中國很難 吃了整個歐洲 但是美國 在美國的角度來說 就是他一定要控制歐洲 但是誰跟他爭歐洲呢 就是俄羅斯跟他爭的 情況會大些 如果美國一衰落 那整個歐洲可能會被俄羅斯控制 美國不可以容許這樣 所以傳統來說 一定是挑釁你俄羅斯 搞你俄羅斯 然後呢 逼你歐洲呢 盡量要依附於美國之下 的手裡面 這個是這樣 但是其實現在歐洲呢 走的方向 當然 不是在美國 就是個 那麼順 那麼順美國 是不是 起碼 北溪2號正在建 是不是 現在 土耳其溪通到下去 這個 這個 塞爾維啊 或者波斯尼啊 很大機會 慢慢就會通進去 這個匈牙利啊 直入這個德國 這樣 而又有中歐投資協議 是吧 就是你見你那些電動車 做得好 歐洲就怕被你 大陸拋離 所以 就加進去一起玩 美國就很緊張 失去歐洲 所以搞俄羅斯 但是我就不太看好他 真的跟俄羅斯鬥的時候呢 他能夠推回到 北京 我覺得就不會 不過呢 你說 有空搞一下你普京呢 就一定做的了 那麼 我們再看看局勢怎麼發展 那麼 他說還搞的 不過 唉 浪費這麼多錢搞 搞來搞去又搞不成 你搞白俄羅斯又搞不成 是不是 搞了去年的時候在搞 現在你去搞 直接搞俄羅斯境內 我覺得最後就 隔了頭被人抓了 說了那麼多 先說吧